然後 Pro R 跟 Prime 那所有的系列都完美的支援第十三代 Intel 第十三代 CPU 那不僅可以發揮 Intel 的極致效能 然後硬體方面我們也做了提升這樣子 然後全系列的部分像是針對不同客群我們有因應推出 像 Pro R 系列就是針對創作者的部分 可能有 I.O 上的調整,還有硬件上的調整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像針對第十三代 在我們做了 Power Stage 電工的提升以及 AI 超頻 AI 散熱 這部分都有做了相對的提升與優化 然後另外的話我們還有針對像 Friendly Design 這個設計 這個原本是在 ROG 才有的那個快拆功能 就是 Q-Release 那現在延展到像 Prime 或是 TUF 它全系列都有 像是這個它直接可以讓顯卡做快拆的動作這樣子 這是非常方便 就是玩家在插顯卡的時候可以隨時直接拿出 如果要拿出來的時候隨時可以用的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像是 ITX 主機板 我們有附身 Hi 控制盒 那這個控制盒是用 Type-C 去連接的 那內附有音源的 I.O 可以使用 然後就是玩家可能在桌子上玩第一次設計遊戲可以隨時調整音量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鍵超頻 Overclock 的功能 AI Overclock 還有 Fresh Bag 的功能這樣子 Bel Fresh Bag 的功能 那... 那... 選配還是... 那這個就是綁在一起 一起賣的這樣子 它只有 ITX 主機板才會有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們桌子桌面上還有像 SIS 的系統 所以這也是完全支援 D13 代 CPU 然後就是整機套裝機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這邊的話還有就是像 即將推出的機殼、水冷 然後還有風扇等等 這些都是未來近期會推出的 除此之外就是玩家在選購 D13 代 CPU 也可以選購我們 D790 的 Motherboard 可以完整發揮性能 然後搭上我們的砲裝配備 就可以完整呈現了 TUF 的風格或 ROG 的信仰這樣子 謝謝